国道3号抖六路段 昨天是发生了严重车祸 新竹某科技公司员工的家庭日活动 包游览车出游 却和小客车发生了擦撞意外 包含轿车驾驶和乘客 还有游览车里的一对母子 一共4人死亡 17个人受伤 警方初步调查游览车抽速 又疑似变换车道不当 酿成了这一起重大事故 云林地检署认为 游览车的诚信驾驶 涉嫌过失致死等罪 今天凌晨一点多 上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积压 游览车前方挡风玻璃整片消失 车头撞好几处 车轮也不见了 而旁边的银色小客车翻覆 冲撞过后挤压变形 警消出动抢救 但车上两人已无生命迹象 坐在游览车最后一排的一家四口 其中员工家属的一对母子 虽有系上安全带 但疑似撞击力道过大 座位旁车窗破成一个大洞 十二岁男童当场不治 妈妈送你抢救后也不幸身亡 全家出游却遇上了死结 爸爸在意外发生后 带着女儿在殡仪馆等法医到场时 敦迪和儿子说话告别 场面令人难过 包括母子以及轿车内驾驶和乘客等四人遗体 昨晚都完成相宴 这场事故是发生在二十一号上午九点多 新竹某科技公司员工家庭日 包游览车前往云林古坑游乐园一日游 其中一台游览车疑似变换车道不当 发生严重车祸 造成四十十七伤 同车员工也说 游览车行车不太稳 驾驶坦诚 为了赶时间超速行驶 警方查看熟称大饼的行车记录纸 也确认超速 而根据公路局监理资料 游览车车铃约十一年 上次检验正常 而陈姓驾驶民国八十五年 取得营业大行车执照 没有酒驾记录 但有十笔违规记录已经解案 公路局已组成事故应变小组 进行后续处理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